大家好,我是大兵 关注我,带你们穿街走向,找地道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家人气非常火爆的神秘小店 说这家店之所以神秘呢,是它连招牌都没有 而且没有空调,也没有停车位 价格的话,适中,没有很便宜,但是也不会很贵 大部分时间来都是需要排队的,而且没有座位 很多时候时刻就拿着凳子在路边的小座吃起来 浓浓的市井气息 生意好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时间停下手脚 店里面坐满的人比较拥挤 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大家对他的喜爱 因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家的粗皮实在太正宗了 你来吃过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子都有那么多的人过来消费 反正在我心目中,他们家的牛腩和粉是排第一的 这家店甚至没有正式的厨房 两个大汤锅在煮着粉面 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一碗就是他们家的牛腩和粉 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 闻起来非常的香 牛腩的味道扑鼻而来非常的浓郁 这么一份价格20块钱 分量中规中矩吧,不少但是也不多 他们家的牛腩炖得超级入味 而且口感很软糯 反正就一个字,香 他们家的牛腩和粉之所以那么好吃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牛腩和牛腩汁非常的好 应该是用了很多药材经过长时间熬煮的 和粉到处都差不多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个人觉得牛腩和和粉才是绝配 配着面反而吃不出这种感觉 这是他们家的汤笔 是加了牛腩汁之后的 味道很浓郁 广州的天气太变化无常了 今天刚好降温 吃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牛腩面 感觉实在太棒了 店里面的人吃完了也没有逗留很久 因为外面很多人都在排队 好像大家都挺自觉的 这不就是事情生活的气息吗 食材就在旁边入篮筐装着 能来这里吃你也别太讲究什么服务了 因为工作人员就没有一个闲着的 生意实在太好了 我吃完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大概一点多了 这边都还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过来排队 他们家的猪手面和猪肠粉也都非常棒 下次过来试一下 好了我是大兵 大家记得